先开始我们先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盘面 先开始我们分析一下盘面 先说一下上周我们的盘面分析的情况如何 美元指数我分析的基本上是对的 美元指数 大家都记得我上周分析美元指数吧 我说上 我说的是美元指数在这个地方可能会震荡一下 然后可能会上调 美元指数我们震荡一下可能会上调 然后现在已经进入了完全的进入了这个上升通道了 也就是说后面的这个黄金还有欧美呢都是看跌为主 欧美和黄金都以看跌为主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重新的再画一下支撑线 好在这里再说一下 就是上周的时候我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加速 这个是这个加速 这个也被我说到了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下跌 来了一个他先是一个突破上涨啊 他的这一个开盘价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啊 他的开盘价在这个地方 然后上涨了这里 然后来了一个下跌 为什么会下跌呢 这个上周的时候正好大家忘记了一个课啊 这个课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这个黑山冰啊 黑山冰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黑山冰的信号 然后这一根线肯定是下跌的啊 所以那那一天我说了这一根线肯定是下跌的 后面呢就是震荡啊震荡 然后然后这个地方撑住了就会上涨啊 然后这个地方就撑住了 这根线就把这一根线整个撑住了 所以美元指数目前来看就是要上涨了 美元指数上涨的话人民币就会上涨啊 先跟大家说一下人民币最近跌的比较厉害 跌到了6.7几啊 最低的时候跌到6.7几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回升了 所以来说呢 这一个如果大家想换美元的 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好的机会啊 后面人民币人民币肯定是要慢慢的涨起来了 这个基本上就已经住住底了 这个基本上已经住底了啊 这个基本上已经住底了 好这是日线啊 我们首先等一下 大家都在吧 喂 不要我在这里讲了半天 大家都不在啊 大家都在吗 喂 方蕾在 阿卫在 阿蒋呢 阿蒋呢 好那我们继续啊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分析一下下周的盘面啊 首先分析一下下周的盘面 那么整体来说美元指数现在就是就是震荡上行吧 它不是单边上行 它是一个震荡上行 那么整个的美元指数如果要是能够在下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可以尽量的去接其他产品的空单啊 我没说让大家做美元指数啊 美元指数其实做起来不太不太好玩啊 因为它的这个点差非常大 我记得美元指数的点差好像15啊 我看一下啊 美元指数我记得这一个点差是15啊 我看34啊 也还34 因为这个我开的现在开的是个模拟盘啊 好像我记得是10盘是15 然后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跌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在欧美和黄金这个地方就可以接空单了啊 这个地方就可以接空单了啊 就是跌了这个地方的时候美元指数就会涨嘛 那涨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其其他的商品 包括纳斯达克都会跌啊 纳斯达克都会跌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面我们给他再画个线啊 我们在这里面再给他画个线 好画线呢 大家一定要遵守一个原则 就是尽量找什么地方画呢 找转折处画线啊 找转折处来画线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根线啊 这一根线 为什么在这里我会画这个这个地方画一个画一个线呢 因为好这个正好就是相当于说我们现在在现在在复习啊 就是我们之前阿卫说之前都没学好 那么现在我们相当于在复习 首先就给大家再解释一下这个支撑位和这个结构线的画法 结构线的画法 首先结构线要怎么画呢 首先第一就是一定要在密度高的位置画啊 密度高的位置 那么这条线大家可以看到密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条线肯定是之一啊 这个线肯定是之一 第二它这个地方有反转 大家可以看到盯到这个地方我换个颜色啊 大家可以看到盯到这个地方以后下去 盯到这个地方以后下去 好这个地方虽然没盯到啊 这个地方没盯到 然后盯到这个地方以后下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明显的一个结构线啊 明显的结构线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明显的结构线 那明显的结构线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画好 而画的时候呢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既然画的是一个日线的结构线 我们这个地方就需要把它改一下改一下 把它改到最粗 不然的话你待会再画四个小时 一个小时那里就会画晕了啊 因为太多了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日线是用了最初的一条结构线 画出来的啊 日线用了一条最初的结构线 好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面再找到一些结构线啊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像这个地方 好像这个地方 也是出现了转折啊 注意我们的结构线在画的时候呢 之前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一定要出现转折的地方 你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属不属于转折呢 这个地方你要说属于转折 它其实是不属于转折的啊 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不属于转折的 因为整体是向下啊 它整体的一个趋势是向下 所以来说这个地方是不够 这个地方是不构成大的支撑线的啊 注意注意这个地方是不构成大的结构线的 就是就是因为这两个线啊 如果你单看这两个线它是不构成大的结构线的 在这里我再重重重复一下 如果你单看这两根线 那么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也应该画一条啊 是不构成的啊 注意如果单看这两个线是不行的 那么如果我们要画的话 我们其实要看它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重复 如果我们看这几条线 再加上这一些冲上去的这些线 那么它其实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整体来说在这个地方构成一个结构线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可以整体构成一个结构线 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可以整体构成一个结构线 好 那么整体来说 现在我们再把这一个再把这一个给画一下 把这个再画一下 那么整体我们这个日线的结构线 基本上就画完了啊 日线的结构线基本上画完了 当然大家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小的 就是这一块啊 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也是支撑了三个三日嘛 这个地方支撑了三日啊 支撑了三日的结构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画一个 而且这个地方为什么还可以画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跳空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跳空了 而且这个地方一这个地方是跳空了 而且这个地方一直没有回补过 没有回补过跳空出来的这一个位置呢 相对来说它的结构线的这个强度是非常强的啊 这个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一般来说这个要回补一下 所谓回补就是什么呢 它涨到这个这个跳空的这个位置 然后再跌下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跳空了以后呢 它没有没有这根线里面 它没有把它那个回补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选在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好 那么整个的日线画完了以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来预判一下下周的这个下周的这个美元指数会怎么走了 目前来说美元指数下周我还是看涨 但是看涨呢 首先就是明天啊 就是明天 我觉得首先就是一根线啊 一根阳线 然后下影线呢 打在这个地方 打在这个地方 上影线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这一条线啊 在这一条线 呃 再多了呢 其实我觉得就没太大意义了 我们就分析明天的 就是说 如果美元指数明天涨 其实很多东西可能会稍微上去一点啊 因为这里会支撑一个结构线 压力位啊 这个地方会支撑一个压力位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来说会把它压住啊 这个地方应该会把它压住 然后呢 整体来说明天我觉得我是就是看一个这样的一个 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看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号啊 看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号 那明天美元指数如果这个地方是上涨 那美元指数明天这个地方上涨 那就意味着欧元欧美黄金 纳斯达克啊 呃指数这一这一些就是都会下跌啊 欧元这些东西都会下 呃 然后欧元都会都会下跌 然后然后然后说一下 就是跟跟美元指数进行进行这一个叫什么呢 跟美元指数进行这一个叫做 我们称之为叫做叫做 就是互相关联的呢 互相关联的呢都会下跌 那比如说像欧对美 那欧对美明天就会下跌 那明天会下跌呢 这个地方呢我在这里呢还不光是用这个来给大家分析啊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用一个用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我们在上这课不是刚刚学了这一个学了这个叫什么来着 呃黄金分割嘛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来从黄金分割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我们的欧对美啊 注意现在我们看的是欧美啊不是美元指数了 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里面分析了这个美元指数在美元指数 在这个上面我们分析了他是在上涨啊在上涨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这个黄金分割啊 他的最低点在这个地方最高点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巧啊大家可以看到正好就在38.2这个位置撑住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38.2这个位置撑住了 然后现在到了整个这一个百分之百排面的61.8的这个位置啊 到了百分之61.8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反面的 然后现在后面我我后面其实我觉得应该会在23.6到50%之间来一个小波的震荡啊 就或者是走一个整理走一个三三角形啊 从我们现在这个图上面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他其实如果后面 如果他后面这一明天如果是涨的话啊 明天是涨的话下面呢他应该还是要下来一下 还是要回调一下 然后呢走一个慢慢的走一个震荡啊 走一个震荡走一个修复吧 这个其实我们就称之为叫修复了 然后等我们三角形全部走完啊 等我们三角形全部走完 等我们的三角形这个周期全部走完 再来一个大涨啊 再来一个涨 因为美元指数现在这个价位已经是非常低了 说实话的话 他肯定是要涨 已经肯定是要突破94.7的 但是肯定不是下个星期 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应该是一个在黄金分割23.6 因为黄金分割过了23.6 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要涨上去了啊 只要过了23.6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要涨上去大概率吧 我们应该也是应该用说的这个叫大概率是涨上去了 或者说涨上去以后呢 再下跌一下 再下跌一下 回踩一下 再来涨啊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套路 那么整整体来说呢 我现在还在看它一个震荡 先是在23.6这个地方先把台子住好啊 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压力位是比较强了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因为本身也是产生了非常强的这个结构线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应该会要重复的把这个结构线呢 站稳 站稳了以后再上涨啊 站稳了以后再上涨 所以目前来看我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啊 这个是我对于美元指数的这个看法 顺便我们来看一下上周我们的判断啊 上周我们这个美元指数 我记得 我也是截了图的啊 在我们的群里面 是在我们的 我上周的这个都没有算在我的营利范围内啊 这个什么特斯拉啊 特斯拉我赚了120多美元啊 特斯拉我两个星期赚了120美元啊 这个特斯拉因为他做的 我做的是长线的股票 我是从 我算的是我上上周的这个营利范 我当时这个是我们的美元 这纳斯达克 好快到了 快到了 这个 我记得我们上周是有这个记录的 哎 没了啊 不知道是美元指数 这个啊 这是我们上周的这个 哎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截图啊 有一个画的这个截图啊 有一个画的这个截图啊 上周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是可以看 不是上周的 好吧 找不到了 找不到 那咱们就继续啊 咱们就继续 那么这一周呢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走出这个状况来了以后呢 就看周一的走势 如果周一能够非常漂亮的突破23.6 那后面我们就直接看多无脑看多 那其他的行情都是要看跌的啊 注意一下 其他的行情都是要看跌的 那我们反向回来再看一下欧美啊 再反向回来再看一下欧美 首先我们在这里给他打个点啊 这就是画出他的这个最高点和最低点 那可能有人问了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画呢 我在这里就不用再解释了吧 还需不需要再解释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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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不在这里画 还需不需要再解释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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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阿卫呢 好 那我们就直接那个了啊 直接开始 就是我们找到之前上一个周期里面的最高点啊 上一个周期 如果你说哎 那你为什么不找这一个周期呢 那你说这个最高点是这个地方 好 你还可以再往上找就这个地方 还可以往上找是这个地方 还可以往上找是这个地方 那如果要是这样找的话 那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找啊 那就是把整个上升区间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找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从日线的角度 我们可以从日线的角度来分析它 那么从日线的角度来分析它 就是这一波欧对美 现在到底是处于了多头还是空头 从现在这个行情来分析 现在这个行情来分析 现在这个行情来分析 大家觉得现在欧对美到底属于多头还是空头 注意啊 这是日线啊 这是日线啊 日线啊 其实从现在这个行情来看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啊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一波上涨 然后这个地方开始下跌 然后它跌到了哪个地方呢 它在这个地方38.2这个地方稳住了 这个地方38.2这个地方 它下打的时候下打到这里来 然后稳住了 然后在61.8这个地方开始来进行震荡 所以来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要对它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那个的话 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下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判 就是什么决判呢 就是现在的日线欧对美是震荡偏空 因为它很容易就掉到了23.6这个区间了 如果掉了23.6这个区间呢 基本上就代表着我们的空头已经沉溺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只要是进入了就是23.6和38.2这个区间 大概率大概率就会向着这个0的这个区间走了 大概率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叫大概率呢 我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啊 因为这个东西它都是有概率程度的 比如说我们往前推我往前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从这个时间点啊 我们不要往后面看 我们不要往后面看 咱们看这个时间点 我们从这个地方找出了一个高点 这个地方找出了一个低点 好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区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地方进行震荡 这个地方是震荡区 大家发现了没有 61.8到23.6这个震荡区 好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他已经下杀到了这个位置 他只要下杀到 我们可以看到 从我们这根k线里面可以看到 他他的黄金分割只要一破23.6 他肯定是要破0的 大家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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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这个规律没有啊 好大家可以往上也可以看到这个规律啊 往上也可以看到这个规律啊 往上也可以看到这个规律啊 往上也可以看到这个规律 大家看到这一根线破了23.6 他回调一下 回调一下以后怎么办呢 他也是要到最高点的啊 也是要到最高点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上方的23.6和下方的23.6 谁先破 谁就哪个的方向就被确定了 懂不懂我说的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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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没懂好我重新讲一下啊 我重新讲一下我估计你们就很难你们呢 嗯 老大 算的 逻辑思维啊 不够活啊 逻辑思维不够活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个规律啊 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规律啊 这要找到啊 这个要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效果才行啊 不能是说咱们不能是说 嗯 以这个为例吧 这个都是我眼睛看的啊 这个都是眼睛看的啊 这个 这个不是我这个啊 这个是我眼睛看的 都还不是属于 这都还不是属于这个 这个的啊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升的黄金分割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说上升的黄金分割 它的 它的回调 它的回调以后 它会尽量的去碰什么点 23.6 上方的23.6 懂不懂 这个人 这个能不能理解 这个能不能理解 后面它就涨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选的是这一个点啊 我选的是这个高点 不是选的这个高点啊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 通过现在的一个高点 我们判断它的后市行情 到底是涨 到底是涨还是跌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高点和这个低点 我们可以算出来 然后它后面是涨还是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这个行情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时 我当时说这个顶部要被戳穿 顶部要被戳穿 有一个信号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怎么说的 啊 就是这个顶部 顶部 顶部的这一个地方 被戳穿 就是突破顶部 会有一个信号 我当时怎么说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啊 突破顶部 然后出现上穿 那么我当时说了 它有一个信号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是怎么说的 啊 又忘光了 哎呀 我的天哪 会战什么 会战什么 你们这学的什么东西啊 这这这 然后呢 然后呢 啊 我发现现在阿奖是学的最好的啊 阿奖是学的最好的 你们其他三三位呢 你们三位 你们的这个 你们回去了以后 好好的想过这些问题了没有啊 你们好好的想过这些问题了没有啊 我当时怎么说呢 我说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顶部 如果这个地方有个顶部 不管是引线戳穿还是实体戳穿 如果是实体戳穿 那就已经是完全的突破了 只要后面回调你就做多就行了 如果是引线戳穿 引线戳穿如果戳穿的次数非常多 我说这个非常多可能是两三次三四次 而且每一次引线戳穿的次数 每一次引线戳穿的这个高度都比之前高 那么这个地方也会代表着后市还是一个多头 我是不是这样说过 大家先回忆一下我讲过这个话没有 大家回忆一下我讲过这个话没有 那么这个注意啊我说的是上升下降也是 如果下降如果下降一个地方经常被戳穿 然后创造出一个次高点 大家可以看这个位 这个位这个位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地方经常被戳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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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穿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到了这个地方的次高点啊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在震荡震荡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经常被戳穿戳穿戳穿 戳穿了以后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次低点 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被戳穿了以后 就被出现了一个次低出现了一个底点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地方经常被戳穿23.6这个位置 经常被戳穿 那么它就可以上升到23.6到百分之百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上升通道了 进入了这个位置就进入了上升通道了 我有我先问一下 你们现在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这句话 来来来来我先让大家回忆一下 这句话我当时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还记不记得 说过但是不记得了 我一说你们都想起来了 但是你们看了这种形态你们都忘记了是吗 啊 看了这个形态你们都忘记了是吗 忘了 那个阿卫呢阿卫忘了没 现在我能够确定的就是阿奖是没忘的啊 确定一下阿奖是没忘的 就是阿奖把这个话给说出来了啊 然后彭城呢彭城和阿阿卫呢 忘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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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这怎么搞啊 我不知道 我现在交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的课已经交了快两个月了 然后每个月差不多五个小时的课 四五个小时的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四五个小时的课 这样加起来的话 我们现在的这个课程差不多也有将近三十个小时了 呃 三 我 我看一下 我有一个这个上课的一个记录啊 我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课三十多个小时了 有了 那么在三十多个小时的这个课里面 讲了这么多知识点 如果我现在我教一个 你们现在忘一个 你们认为你们怎么做单了 我的天哪 你们现在怎么做单了 你看那个我之前跟阿蒋这个阿蒋那个的啊 我之前跟这个阿蒋 阿蒋不上周在跟我聊这个白云边 这个老白杆吗 我们来看一下老白杆啊 呃不管怎么样 阿蒋其实目前来看他学的真的不错啊 呃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他上周分析老白杆分析的非常不错 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分析到 当然他没有学到 所以 所以他没有分析到啊 他没有分析到 但是我分析到了 我说老白杆在上周的话 还会长出现次星高 但是我没说 有在哪一天出现次星高啊 出现一个星高 那这个东西那就不好说了 星高了这个白云那就是看时间了 老白杆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 上周的时候这个上周的时候是这个这个说的是 是这个当时的时候是是在这里吧 我记得这个K线是在这里吧 我当时说了这个还会在涨啊 还会在涨 大家可以看到破掉了这个地方啊 破掉了这个地方 因为大家知道转折点是在哪里 整个的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整个老白杆的转折点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到 老白杆的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是在这个地方 他破掉了这个地方的星高啊 然后现在可能要回落一下 回回踩一下 但是现在的这个多头的形势还是存在啊 多头的形势还是存在 所以来说呢 整个的这个我上周 我是不是说过这个话 大家可以翻一下聊天记录啊 大家可以翻一下聊天记录 我是不是说过这个话 我是不是说过这个话 然后我说的是这个老白杆要破这个破星高啊 我说了我上周就说了 老白杆要破星高 我是不是说过这个话 10月13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是10月13号 我们来看一下 10月13号是哪一天啊 10月13号 10月13号 10月13号已经是这天了 我是在10月13号之前讲的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10月13号之前 我就说他要破星高啊 10月13号之前 我就说要他破星高 我记得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阿奖的这个阿奖的 大家可以看到是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啊 在第三根线 大家可以看到第三根K线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说他要破掉这个地方的新高啊 果然破了啊 果然破了啊 那么其实我的这个技术 大家可以看到你哪怕用在这个 哪怕现在用在这个股票里面 你也是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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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没有在这里催流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自己来验证啊 自己来验证 我没有在这里催流 这个地方破这个新高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回踩一下站稳了 他再破的就是下面这个新高了 呃 再破的就是下面这个新高 就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那么回踩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股票 我再看一下大盘啊 这里有一个强支撑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强支撑 那么我觉得这个老白杆啊 回踩一下 回踩一下到了这个位置啊 回踩一下到了这个位置 还可以做多啊 回踩一下到这个位置还可以做多 大家可以看到啊 哪怕中国的股市 一样适用于 一样适用于我们的这个 一样适用于我们的这个 呃 黄金分割 那么现在呢 这个老白杆呢 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从这里开始涨 涨到最高点啊 最高点 然后下跌 下跌到61.8这个位置 不能破啊 这个地方如果要是也 也跟我们现在这个问题 是一样的 应该还要下 应该还要再下跌 应该还要再下跌 那画两根啊 画两根 哎呀 我是觉得你们现在学的真正是一塌糊涂啊 就是如果他回踩到61.8到23.6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他没有下如果他有下影线只有一两根破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地方在低点的时候还可以再还可以再做多头 然后那么我们后期还是可以看涨啊后期还是可以看涨整个的这个行情如果老白杆没错的话破的这个位置破的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一个买多的空间啊 买多的空间啊 买多的空间 整个行情这个地方就还是看着 那么如果要是错了 你比如说哎 你这个地方要是破了这个地方怎么办 那么破了这个地方就以这个位置稍微下来一点啊 稍微比这个止损价啊稍微比这个63.623.6这个位置稍微下来一点啊 不要下影线啊不要下影线 如果他实体已经踏破了这个23.6这个位置 实体破了23.6这个位置就止损啊 所以来说我觉得老白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多头的一个机会啊 如果要是有人喜欢做这个股票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下周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把这一个我们把这一个我们把这一个截图放在群里面 下周我们来看他的结果啊 下周我们来看他的结果 所以来说呢 目前来说他要回调一下回调站到站稳这个位置震荡一下再来继续上行啊 震荡一下再来继续上行 所以来说呢 这一个所以来说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如果他是在我们这个黄金分割的这条线进行震荡 23.6就上面的23.6到50%之间震荡 后期就是看涨 大家注意啊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他在整个的百分之零到百分之一百这个高点和这个低点之间的百分之23.6到百分之50 也就是这个区间进行震荡 那么就是一个上涨的一个震荡 如果他是一个下方的23.6 他是在一个下方的23.6到百分之61.8的这个位置进行震荡 大概率下方的这个就会下跌就会下跌 大家这一回听懂了没有 这回听懂了没有 这回听懂了没有 我们重新画一下啊 我们重新画一下 我们重新画一下 上涨震荡是个什么震荡呢 就是大打比方啊 他先开始一下子涨到这个位置啊 一下涨到这个位置 他肯定要进行一个回调 那么在回调的时候呢 如果他是在一个百分之五十啊 上涨区间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23.6 这个上涨区间的百分之23.6之间 这一个的话 那么后期我们是可以看他继续上涨 这个是上涨震荡 那么下跌的这个震荡呢 他是跌在哪个地方呢 他就是下跌的震荡 就是一开始他下跌到这里来 下跌到这里来 然后他上涨 他上涨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一点八也可以 但是呢 他始终是在23.6这个区间 那么后期肯定是要的跌下去 懂不懂 这个这个图现在能不能明白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上面 我们来可以 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啊 当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 咱们在这里一直在强调做这个东西就是做他的概率啊 你不要指望这个东西一共能够百分之百的能够确定 哪怕就是说咱们现在能够这个可能 可能他是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我们画错了 好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找到了他的一些高点和一个次高点 找到一个高点到一个直高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现在的震荡区间是在三十八点二到百分之五百分之这个区间 那么现在按照我们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图表他到底是属于后续如果他一直站不上六十一点八到这个区间的话我们后续应该是看什么我们后续应该看什么啊 如果他一直没有站上六十一点八到上上轨道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我们后续是看什么啊 看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后续是不是跌他如果是在这个位置进行震荡他如果是在下跌区间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二十三点六这个地方他就是下跌的 如果他是在上涨区间的这个位置进行震荡他就上涨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随便找一个我们看一个上涨区间里面是不是他可以也可以符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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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法我们来找一下 这个就我就靠眼睛来找了我就不在这里就我就不在这里靠这个了我直接就用眼睛一看好这个地方吧 高点吃高点好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他所运动的这个区间非常大 他是在来首先在上涨轨道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在运行后面又到了下跌的二十三点六这个地方又在运行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过三车啊大家可以看到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过三车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大家可以看到吗大家可以看到吗有一个规律就是在下跌 那些区间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他始终是没有靠近这个位置的他是始终是没有靠近这个位置的而上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K线慢慢的看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靠慢慢的靠近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后市他肯定是要涨过这个位置了后来大家就可以看到啊后面再跌了就跟这个没关系了后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涨破了百分之百这个区间后市就涨破了百分之百的区间 就是在这里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上涨区间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到百分之五十和负百分之三点六到百分之五十这个区间大家一定要学会去看啊你不要是说我教你这个工具我就像昨天阿卫说的哎我从来没用过这个玩意我给了你一把枪然后让你上战场然后上战场了以后你发现哎我我我不用枪我就用地上的狮子来跟敌人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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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那是你的事情啊那是你的事情 你被敌人干掉了那也是你的事情我给了你枪了啊我给了你枪了不是没有给你不给你枪啊不是没有不是不给你枪而是给了你枪你不用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啊所以来跟大家说一下像这么好用的一个工具你们不去用然后你们就指望着什么东西都是现成的那你觉得可能吧啊这个市场这么复杂你指望什么东西都现成的你觉得可能吧好那这个美元指数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整体来说呢后市我们再继续美元指数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一个区间里面的啊注意这是日K我没有选择这个位置啊我们选择这个位置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日K在这个大区间日K下面大家觉得现在这个大日K下面现在这个欧对美是涨还是跌 还需要等一下 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做出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啊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可以做出判断了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大趋势来说是一个跌势但是他不会是说一下子跌到底啊一下子破这个新低啊这个地方是新低1.16 1.1612这个地方是新低那么大概率不会直接破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说过的这个地方一直在被破啊这个地方一直在被破啊这个地方一直在被破啊这个地方一直在就像这一个地方被戳破一样戳破戳破戳破 啊欧对美整体来说现在是一个空空头趋势那我们再看一个日线里面的小周期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日线里面的小周期 在日线里面的小周期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现在这一个日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在61.8 在小周期里面他也没有戳破这个上轨道的23.6%啊上轨道的23.6%啊那么现在他还是在50%到23.6%之间进行进行这个徘徊啊整个的这一个所以来说我觉得后面应该是一个震荡行情啊后后面是一个震荡向下的行情啊整个来说我们在这里把它画一下 那么后期这个欧对美呢把这个名字要画出来啊这样的话 整个的这个呢我觉得后期就是一个震荡行情啊震荡行情然后是一个偏弱的震荡行情整体来说呢跟美元指数我正好是看的是相对的啊美元指数我是看涨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是看跌那当然从这个走势来说我也是看跌的这个走势来说我也是看跌的 啊所以来说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再分析一下好在这里再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美元指数啊如果是跟他产生的是一个敲敲板的关系就是美元指数如果涨这边就是低那么他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些汇率还有一些这个外汇跟美元指数是成一个直系关系啊大家跟大家先说清楚这是我上周的时候做到的时候 发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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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就是USD在前面的时候USD在前面的时候USD大家知道美元啊美元在前面的时候成为的就是一个直线关系啊直向关系啊 就是一个直向关系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玩意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玩意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玩意啊SGD这是哪个国家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啊 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美元它的这个走势呢跟美元指数是大致相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走势跟美元指数是大致相同这个相对来说还偏弱一点啊这个相对来说还偏弱一点啊也是日线 我们找一个稍微偏弱一点啊因为这个可能是某一个小国啊看一下土耳其里拉哎呀土耳其里拉最近跌得好狠 因为我看得懂这几个字啊TRY是土耳其的这个简称哎呦土耳其里拉是一直在上的因为土耳其最近在打仗啊所以来说这个土耳其看一下这个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跟我们的这个是一样的啊跟我们这个美元指数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跟我们的美元指数走势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地方一个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一个跌 然后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这一个十字心啊出来一个十字心这个地方当然美元指数这个地方更弱一点这个地方来了一个下跌好后面美元指数这个地方来了一个大涨好这个地方就强一点相对来说这一个货币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国家啊DKK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国家然后相对来说这个这个呢就比这个美元指数还强一点所以呢就是如果USD这个单词如果是在前面啊如果USD在前面 它跟美元指数是在前面啊它跟美元指数走的就是同向关系啊如果USD这个单词是在后面就比如说像这个欧对美啊或者是开了的开了的然后或者是棒棒美 棒美GBP啊就是英镑棒美那像这一种呢就是USD是在后面跟这个跟这个美元指数呢就成一个反向关系 那么美元指数是跌那另外一边就是涨啊就是一个反向关系啊大家这一块听懂了吗 大家这一块听懂了吗 大家这一块听懂了吗 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重新讲一下支撑位 重新讲 哎 纳斯达克啊 纳斯达克我需不需要讲呢我估计大家不会去做这个玩意啊 大家应该是不会去做这个 当 丹麦克朗啊原来是丹麦克朗 这是小货币啊 丹麦我估计都没几个人会去这种国家 当然这个国家的非常好的国家什么挪威啊丹麦啊 这些国家什么冰岛啊那真正的是共产主义啊那真正的是共产主义啊那真正的是共产主义 高小松有一集叫这个小松奇谈里面是讲了丹麦的讲的是非常好啊 那个国家真的是医疗啊什么的做的非常好啊很羡慕能够移民去丹麦啊但是很可惜丹麦好像是不接受外来移民啊这个国家 好吧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要不要我说一下什么纳斯达克啊德子啊之类的 黄金啊黄金我估计大家可能还会做一下像纳斯达克我估计大家不会去做啊 我估计大家不会去做 黄金可能会做一下纳斯达克我估计不得做 呃德子呢我估计也做的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风险太大 因为风险太大整个来说呢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看一下德子的啊看一下德子的 我们这是日线啊我们这是日线 那么整个德子呢最烦的就是这种上影线啊这种拉出一根最大的上影线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日线整个日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日线 德子是上行啊呃上行基本上是上行上周是来了一个单边下行啊 来了一个单边下行然后后面就是上行啊整个就是一个上行 那么如果没有错的话下周应该是能够破新高了就是在13177如果没有错的话 如果没有错的话德子下周应该要破一个新高 要破掉这个地方啊破掉这个地方啊要破掉这个地方啊 呃具体是单边破还是这个震荡破我目前来看我觉得是应该会出现一个小幅度的单边 就是小震荡不会那么多然后直接上上行啊小幅度震荡 因为整个整个这两个k线显得多头非常强势啊这两个k线显得多头非常强势啊这两个k线 这两个k线显得多头非常强势所以来说目前来说的话我是看他上行啊我是看他上行 好在这里呢我们就找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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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啊找出一个东西 跟大家再讲解一下支撑位结构线还有我们所学的人量战法啊 我们这样我们先在日线里面画出他的结构线啊我们先在日线里面画出他的结构线啊 这个呢是傍日啊傍日英镑和日元的一个之间的一个外币的一个切换 好首先就是我们先画出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折点 然后这条线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线也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这条线也是个明显的转折点啊这条线也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至少找出了三个转折点我们在这里就至少找出了三个转折点 那么当然还有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经过了这里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和这里啊相对来说这个地方比较弱一点我们可以稍微的把这条线粗的强度稍微改弱一点啊 这个线的长度呃稍微的改弱一点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日线里面找到了四个四个结构线啊四个结构线啊 阿卫呢前就是之前他说他就完全没有学懂 他没有搞清楚现在这个结构线和现在我们这个的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结构线和我们这个能量战法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结构线和我们现在这个能量战法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就从头再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注意我们从头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所在的时间点啊 我们现在呃就不能用现在这个东西来给大家分析来 这个分析的话我们要往前推 我们要往前推啊往前推 找一个比较震荡一点的行情啊 就是又上又下又下又上的那种行情 找一个震荡一点的行情这样的话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窄啊 好我们就找这一块吧 找这一块 我们就找这一块啊 整个区域我们就找这一块 注意这是日线 在这个区域里面找日线 那么前面我后面我们就不看了啊 后面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日线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日线 从这里开始看 好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整个的这个行情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左边这一块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啊 左边这一块都是发生的事实 那么怎么从左边这一块推导出我们右边的行情 怎么从我们左边发生的这一块推导出我们右边的行情 首先我们就是在日线里面画出我们所需要的结构线 首先这条线大家都能看得到啊 这条线大家都能看得到 好这条线大家都能看得到啊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产生了多次转折啊 这个地方也是产生了多次转折啊 这个地方也是产生了多次转折啊 好这条线大家也能看得到 在这个地方也是产生了多次转折 然后其次这条线大家能能不能看得到我不知道 这个地方也是产生了多次转折 从这里开始擦擦擦擦擦擦 这个地方都是产生了多次转折啊 这个地方稍微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也是注意一下尽量的和大部分的线能够产生气和 尽量的能够和大部分的线产生气和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画的话 它可以跟很多的线产生气和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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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都都可以产生啊 这里都可以产生啊 这里都可以产生 所以来说呢 在这里画呢 我们的画其实画这个线啊 有点像是画一个像一个手艺啊 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像你画画一样 你画画如果不是在模仿 你如果是在创新的话 那画画是没有任何标准答案的 所以来说呢 我们在这个的时候 我们尽量 既然它没有标准答案 那怎么样才能 才能说明你这个画的线是OK的呢 那无非就只有一点 验证的越多 那就说明你这个线就画的越成功 验证的越多 就说明你这根线画的越成功 大家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验证的越多 那就说明这根线画的越成功 能不能听懂 能不能听懂这个意思 其他的呢 二位呢 彭城 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 再来看一下 再找一下 这里面还要不要 这里面我们我还看到 这里有一条 这里还有一条 我们可以看到它验证 它验证在不是在这个位置 它验证不在这个位置 它主要验证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其实它只有两次支撑 但这两次支撑 我为什么把它画出来呢 因为它离我们后面的盘面 会非常的近 它离我们后面的盘面 会非常的近 所以来说我把它画出来 大家注意一下 像这个东西啊 像这个结构线啊 离得越近 它的强度就会越大 离得越远 哪怕你是连线 它的强度也会变弱 所以来说呢 注意一下就是什么呢 就是注意一下 离得越近 这个强度就越强 离得越远 强度就越来越弱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就像声音一样 声音到了一定距离 过了这个距离了 就会越来越弱 声音就越来越小 子弹也是 你把子弹 你把这把枪的子弹打出去 那么这个子弹 再飞出了800米一公里以后 这个子弹的强度 就不会那么强了啊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离得越远 那么这个强度就会越弱 好 那么现在我们画完了一个小 画完了一天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4小时 好 我们先看这个区间啊 这个区间 我们通过这个区间 我们再来分析后面的盘面啊 这个这个盘面 后面的盘面 属于就属于我们不知道的盘面啊 在这里说一下 这个后面的盘面 就是这个蓝色的盘面 就属于我们不知道的盘面啊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再来把4小时的盘面给画出来 在4小时的盘面里面 我们再来找它的结构线 首先是这条线 我能看到的 首先就是这条线啊 4小时的 稍微粗一点 好 因为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也会产生非常强烈的结构线 好 这个地方我们也产生一个强烈的结构线 当然这个结构线其实是比较弱的 说实话这个结构线是非常弱的 它跟这个日线的这个结构线是没法拼的啊 好 整个来说呢 我们把这一些都位置呢 全部都画好 这些位置都画好 好 好 4小时的结构线基本上我们就画到这里啊 4小时的结构线 我们就画在这里啊 好这样就会多一点 这里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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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不算 因为它没有转折 这里有一个啊 所以我为什么把它上移 我一开始是画在这个位置的 我为什么把它上移 因为我要就这个点啊 因为就的点越多 我刚才说了 就的点越多 就说明你这个结构线就越 越有说服力 好我们现在再转到一个小时的 还是在这条栏框里面 还是在这个栏框里面 还是在这个栏框里面 相对来说我们一个小时的这个栏框里面 那就比较大了啊 好一个小时的一个小时的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看一下 因为一个小时的和4个小时 有一些地方是重复的啊 这一条细线就是 我们稍微把它改出一点 不然的话 就已经三个小时的 就已经 一个小时的就已经 就没法再画了 好我们稍微的把这个移一下啊 这个是四个小时的 但是你说在这个地方 再重新画个一个小时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们把它的位置呢 稍微的移一下啊 稍微的移一下啊 基本上我们四个小时和一个小时的呢 就可以完全的一起用啊 完全的一起用 当然有一些是没法一起用的啊 有一些是没法一起用的啊 那比如说像这个位置 像这个位置 我们稍微的把它改改改的更细一点啊 一个小时的一个小时的最最细啊 一个小时是最细的 好在这里我再找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没有地方需要再加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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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被压住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被压住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支撑 然后这个地方被压住了 这个地方被压住了 所以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 好 基本上我们就画完这一些就 基本上就可以了啊 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基本就可以了 好 那么基本上我们四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还有还有一日啊 就是日线日K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画完了 现在我们就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K线 我们就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K线 画出来的支撑位 我们现在就来后面来进行观看 来怎么样来进行 后面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盘面啊 后面是一个怎么样的盘面 我们稍微的把它放大一点点啊 好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看啊 好 这个地方它还属于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有一根啊 因为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 称位的位置 好 呃 那么在这个黄金下 在这个黄金下 我们就可以往后看了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往后看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的屏幕 就只能看到这个位置 那么通过这个屏幕呢 我们就往后移 往后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往后移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复盘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复盘了 好 现在呢我们先不要去做 因为现在是刚刚开盘 相当于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要去开盘 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小时的这个 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小时的结构线啊 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小时的 呃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小时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用一小时吧 我们就用一小时吧 我们继续往后看 现在目前来说我们 因为还没有进入我们的结构线的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的评论 因为没有进入结构线的位置 你比如说像这一块 它到底是应该是涨还是跌 其实从目前来看 应该是一个下跌趋势 从一个目前这个 但是它肯定要回调 那么回调到哪里呢 通过我们这个黄金分割 它回调到至少到这个位置来 至少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区间啊 这个这个看后面是不是这个行情 我们再往上看 然后呢 等它进入了这个行情以后 进入了我们这个结构线这个区间以后 我们来再来开始给大家开始来分析啊 再来开始给大家分析 啊 没了 我刚才用的是什么来着 大家还记得我刚才用的是什么吗 傍玉啊 傍玉 诶 傍玉怎么没了 傍玉怎么没了 大家看到了吗 刚才的当日到哪去了 如果要是没了的话 我又要重新重新画一点啊 哪其他的 好 我们在这里呢 重新画一下 哇 这个 这个 这个棒 棒加也是他妈的 最近的这个幅度好大呀 我的天哪 棒加幅度这么大 那我们就找这个区间吧 我们就找这个区间吧 好 我们重新再画一遍啊 我们从日线开始给他 给他来重新再画一遍啊 日线开始给他重新再画一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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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用最初的线 画出这个 画出这个日线的级别 最初的线 然后这里画出来一根啊 这里画出来一根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根啊 这里有一根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容易画 这个目前来看是很容易画的 很明显啊 他的这个这个棒加大可以看到是非常明显 那么这里就不算了啊 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的向上拉一点 就可以把这些都救到啊 把它向上拉一点就可以全部救到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大家都在不在 这个行啊 这个盘能做啊 为什么说这个话 什么叫这个盘能做啊 这个盘你没 你这个盘你没做过吗 没做过啊 没做过啊 可以外汇都可以尝试一下嘛 我觉得大家外汇每一种币种都可以尝试一下啊 好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一个日线的均线给画出来了 我们再来画一下四小时级别 我们现在再来画一下四小时级别 然后进入我们之前的这个区域 哎呀 有点远呢 怎么还没到啊 哇 这么远 太远了吧 我都想重新再画了 是没到位子吗 还是什么 有点远啊 有点远 这个确实有点远 到这里来了 我们重新画一个吧 因为有点远啊 拉了半天 拉了半天 我们还不如重新画一个 啊 所以来说 这一个 反正这个也是要重新来的吧 那就重新来吧 好 我们在这里就选这个空间啊 就选这个空间 选这个空间 选这个空间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都要框进去 这个都要框进去 好 这是日线啊 这是日线啊 我们首先把这个最初的这个先画出来啊 最初的先画出来 日线 首先这一个 这个 首先把日线里面最初的我们都画出来 这一个 这个呢 可以稍微救一下 救一下就可以把这边救住啊 这边可以救住 然后这里也可以救住 所以来说 就用一条就可以救住这些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画那么多了 因为有的时候 它本来就是一个区间嘛 它本来就是一个区间嘛 所以我就是 本来我想救住这里啊 本来想救住这里 然后呢 嗯 然后呢 向上移一下 它既可以救住这个地方 又可以救住这个地方 又可以救住这一排啊 这里有一排 然后呢 还可以救住这里 所以来说呢 还可以救住这里 所以呢我就往上移了一下啊 这个大家应该看得懂吧 好 这里 本来就是个区间 所以来说呢 这个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 也是要 相对来说 也要灵活一点 不要那么死 不要那么死吧 好 往上来一点 往上来一点 OK 那么整体来说我们就画的差不多了啊 画的差不多了 画的差不多了 好 日线 我们看一下方块的位 方块的位置 好 基本上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了啊 日线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了 好看一下四小时线 啊 这里就相对来说比较近 啊 这里就相对来说比较近 我们就很容易就能到啊 这个是叫当家 哎哟 时间跨度有点长啊 我们先看下的吧 我们先看向下的 四小时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根 用一个不同的线的型号来标记 好 基本上四小时线我们就只画这么多啊 对 因为他他前面还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区间 我觉得他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向下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画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画了 好 四小时的线我们就画了这里 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下一小时的线 我们后面就可以来走走场了啊 我们后面就可以来走走场了啊 我们后面就可以来走走场了 好 一小时的线啊 怎么回事啊 又拖没了 一小时的线 我们现在再来画一下一小时的线 一小时的线这个地方我们先画出一根 把他的这个窄幅改的窄一点啊 窄幅改的更窄一点 好 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画出来一根 因为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沉压的位置 有一个沉压的位置 然后在一小时这里有一根啊 这个地方有一根 哎呀 怎么又到前面去了 过头了吧 好 这里有一根 这里有一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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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邦加挺挺有意思 它的幅度是挺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幅度挺大的啊 它的幅度它每天走的这个幅度都是挺大的 好 基本上我们就画到这里啊 基本上我们就画到这里 好 现在呢我们利用我们现在的能量战法 我们现在我们稍微的把这个屏幕遮住一些 根据我们现在这个东西 根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部分内容 我们现在蓝色的部分本身就是已经存在的 那我们就就来判断一下我们后面的后面的 根据我们的能量战法来判断我们后面所需要进行的盘面的分析啊 好现在从后面开始 从后面开始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小时的这一个结构线上面 我们现在不要现在不要缩小了 因为缩小后面就路线了啊 好现在根据我们现在这个行情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来分析盘面了 根据这个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分析盘面了 好大家大家先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盘面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大家先说一下现在这个行情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一个小时的这个线啊一个小时的线 现在整个行情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涨好方磊说是涨 震荡 等一下啊你说的这个震荡呢 你说的这个震荡呢 其实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周期应该不一样啊 我说的是在这个一小时这个周期下 它后面到底是应该走一个上下上下的震荡 还是要走一个破新高的涨 还是要走一个破新低的跌 大家先说一下 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前面的行情啊 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行情 前面的行情目前来看都是在一个涨的一个行情 目前来看都是在一个涨的行情 那么通过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我们的 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嗯 放它呢 跑 Diamant 跑跑啊 跑了 跑度人吗 哎呀 我怎么把后面入传 蓬城了 浦蓬城现在不在吗 浦蓬城现在不在吗 喂喂喂 他不在 好吧 我看他在了 好吧 那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目前来看呢 其实从现在这个盘面上面来看 后期肯定是要涨 后期肯定是要涨 但是在这个涨之前 我们是需要在 这个地方 我们会再看他回调一下 在这个区间 我们要看他再回调一下 所以整体来说呢 我们后续呢 可以基于大的周期上面 我们可以再 再看涨 后期的周期呢 如果你是做一小时线 如果你是在做一小时线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不适合去开盘 如果是在做一小时线 我们这个地方再接一条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是在做一个小时的这个线 不适合去开盘 为什么不适合去开盘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跳空 出现了一个跳空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出现了可能是过了一个周末啊 可能是过了一个周末 或者过了一天 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消息 所以这个地方突然 出现了一个跳空 也就是跳空了以后呢 大家注意一下 但凡出现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啊 正好是零点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正好的是一天的开始 在这个时候 大家不要先急于开盘 不管是涨还是降 我们都不要去开盘 不管是涨还是降 我们都不要去开盘 这个时候我们就观望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观望就可以了 不要去做任何的动作 因为刚刚一天的开始 你都还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行情 你都还是不知道是什么行情 好 我们继续往后走 继续往后走 好 目前来说它是一个震荡上行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下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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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地方下压了一下以后呢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彩的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 非常重彩的一个绿线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彩的绿线 那么从这个绿线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空头力量就是非常强的 它的空头力量是非常强的 而它的支撑位在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这个支撑位 这个支撑位离我们很近 到了这个支撑位大家可以看到 到了这个结构线 它就被下跌了 到了这个结构线它就下跌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画出来啊 我画出来 先是这个位置 大家看出了 看出了没有 到了这个位置看出了没有 到了这个位置看出了没有 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个位置呢 我说这个位置属于非常强有力的结构线呢 因为它离我们的时间周期是最近的 我刚才说了 时间周期越近就说明这个结构线就越强 所以当这一个绿线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课件里面有一个课就已经有一个这个已经出现了 我给大家翻出来啊 我把这个翻出来 因为阿卫说这个 他就他就没搞懂这个 这个结构线和这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把这个翻出来 那么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哪一个结构线就来这里面是满足了我们 哪一个结构线 黄昏十字星 大家看到没有第28项 黄昏十字星 是哪三根线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三根线呢 是 这几根线啊 看到没有 这几根线的出现代表了黄昏十字星的成立 看懂了吗 看懂了吗 后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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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懂了吗 对 后世是看跌的 后世是看跌的 但是你不要认为后世看跌 你就马上看跌啊 这个时候我就要把我之前在讲的一个道理在跟大家讲讲了 那后世看跌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的情况下在看跌 什么样的情况下买入空单呢 我们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入空单呢 2币 对 我们要等他回涨回调的时候 再去买他的空单 也就是 也就是至少要在50%到23.6% 这个23.6 你要是完全比这根线长得更长了 那咱们就是回调了 那那就是说这个线这个假象 那咱们就不说啥了 如果他没有涨 涨破这根线的话 那目前来说就是一个看跌信号 那么他只要不破23.6这个 就是从上面数 23.6这个位置 那么后世我们就是通过这根K线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位置买空单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 换一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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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空单吧 所以我们买绿线 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 当然他有可能不会跌到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两个位置 放两个位置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他后面来了一根空单 来了一个多单 来了一个多单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 可能 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整整体 他这么一下子又跳了这么远 那么我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行情 最后呢 他上面上打了一下 上打了一下 我曾经说过 上打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设置他的止损 止损在哪个地方呢 是在之前的高点 他只要没有破这个高点啊 差一点啊 差一点 没有破这个高点 最后是什么情况 就是要过你的 要过他的最低点 就是要过他的最低点 那么最低点是哪里 是之前的最高 最低点 之前的最低点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当然 后来这一根k线就过了 这根k线就过了 所以来说呢 当然这个k线是你刚刚买入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一根k线 应该是没有办法卖出 所以来说你在这根k线 买入了以后 在这里都可以 把它 给抛掉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 所有的这一些 所学的部分的 所有的一个结合 看到没有 就从这一单 就可以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是不是 我们所学的部分的 所有的结合 是不是我们所学的 所有部分的一个结合 大家看懂了没有 大家看懂了没有 方磊呢 彭城我就不问了 他估计他现在不在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看 我们继续往后看 好 这根线出来的时候 就基本上说明他还是跌了 那么还是跌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他能够回调 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地方回调 我们继续看空 我们继续看空 好 当然他的回调 一定要力度够大 能够回调到这里来 能够 等一下 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是没有看到的 没有看到后面的情况的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结构线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结构线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 这个地方会不会反转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 他后面会反转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他的后面的这个结构 看后面的这一个 看后面的这一个 K线 我们拉出一根 没有 没有反转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他又在这里拉出了一个这个 十字心 其实我刚才说了 如果能够在这里接多 接个空单的话 我们在这里可以继续去接空 然后看他的新低 因为他已经破了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结构线 虽然这里有个结构线 但是这个地方直接戳破 那么后市他还会继续看跌 后市还会继续看跌 那么继续我们继续看 继续往下看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跌势 那我就不用去多说了 你顺着这个趋势去做 在他高位 那么顺着趋势去做 那就是 二币嘛 就是在二币形态的时候 在他二币形态的时候 你去接他的空单就完了 这个就很简单 顺势来做就很简单 我们无非想 我们无非要搞清楚的是什么呢 我们无非要搞清楚的就是 就是在转折的地方 我们怎么样去接他的多单 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把一些不需要的就先删除 好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什么 又有一个这个是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一个结构线 那么当这根线出来以后 这根线出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根线 我看不 我现在看不到他的下 我现在看不到他的引线 我现在是看不到他的引线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红色的 有一个红色的 那么其实从这根线里面看起来会怎么样 从这根线看起来 通过这根线看起来会怎么样 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趋势 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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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像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非常像的 那么而且我曾经说过 你不是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你的这个多单和空单的 你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看你这个转折的 你要在什么地方看转折 后面像红三斌 你还没有出第三根 你现在就出了两根 你现在没有出三根 所以你现在只能看什么 你现在只能看这一个 而且我曾经说过什么 这根线非常重要 这根结构线你画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他如果转折一定会是在这个结构线这个位置进行转折 他不会是说在这个地方 楼空的这个地方 空的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会不会转折 我告诉大家 不会转折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是空的 就相当于这个人没有站稳 他往下 他他想去 他他想去扣来 像他想跳起来 飞起来 但是他飞起来之前 他必须要怎么样 他必须要怎么样 他必须要什么呀 他必须要地 他必须要脚下有地面 对不对 他能够通过地面跳起来 然后去扣篮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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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你说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 你如果单看这根线 那如果要是没学好的 估计就看到这两根线 他就会质问了 老师 你看 我们学过的吧 你看 曙光出现出现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看涨 曙光出现出现了 是不是看涨 曙光出现出现了 就是他看的是这两根线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的 如果曙光出现了 是不是就应该看涨 他必须要站在地面才能调得更高 如果有一个人本身在天上往下 你能不能让他掉 你能不能让这个人再跳起来 我先问一下 如果这个人在没有落地之前 你能不能让这个人 当然你排除这个人使用任何的动力装备 和他有翅膀 这些科幻东西 如果他不能 那么 就算是他现在能够这样 涨一波 也不能代表他能跳起来 他没有落地 现在大哥 他的地面在哪里 他的地面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面已经被破掉了 所以这个地面已经不沉溺了 被破掉的地面 他就不是地面了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地方 可能会出现一个 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 可能会出现一个支撑 因为这个支撑比较大 大家注意 这个粗的支撑大家都知道是4小时支撑 这个是4小时支撑 包括这个地方也是4小时支撑 所以来说 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 他站不起来 就是因为 这个地方本身就已经破掉了 所以他肯定是站不起来的 而这个地方 很有可能会站起来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看下一个K线 如果下一个K线 在这个地方震荡 如果下一个K线 在整个 他已经涨到这里来了 注意他现在已经涨了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大家能不能看得到这个位置 这里有个红色的边缘 大家看不看得到 大家看不看得到红色边缘 看不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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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没看到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红色的边缘 我再往后拖了不就相当于看到结果了吗 所以我现在没有往后拖 注意所以没有往后拖 但是我们现在是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 这个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的 K线 其实已经是一个多头了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多头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已经站住了 站稳了 那么无非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认定它 这根K线出现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应该是认定它 现在是多头 已经是转向了 已经从现在的跌势转成了涨势了 但是具体跌着 具体在那个地方 又会下跌 那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事情 我们这个阶段就已经认为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多头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已经认定它已经是多头了 在现在这个阶段 那么现在我们所需要去做的是什么呢 等它回调 因为它现在已经在这个位置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买入点 放在这里 挂单买 挂单买 这里 这里 挂三个单 我们挂三个单 所有的止损位 全部放在这个位 所有的止损位 全部放在这个位 所有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向下来一点 向下来一点 向下来一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向下来一点 好 所有的止盈位 放在哪里呢 所有的止盈位 首先第一 我们可以放在 放在 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 贪心一点 你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稍微保守一点 放在这个位置好 第二止盈位 第二止盈位 我们放在这个位置 就是过他的新高 破他的新高 就是他的第二止盈位 第一止盈位 放在这个位置 第二止盈位 放在这个位置 看懂了吗 看懂了吗 止损位放在这里 止损位放在这里 看懂了吗 看懂了吗 方蕾 好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再往后看 好 这根K线我们看到了 他本身就是因为 这根K线 出来了 我们才认定他是多单的 多头的 好 我们再往后看 他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局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根K线出来以后 这三单全部成交 这三单全部成交 这根K线出来以后 这三单全部成交 对不对 这三单是不是全部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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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三单全部成交 我们打好止损位 和止盈位 我们打好止损位和止盈位 然后再往后看 这三单全成交了 现在这三单全成交了 但是注意一下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 可以先抛掉一个 最上面这一单 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在这个 这个 这个四小时这个线的时候 先抛掉这一单 因为这一单的价格呢 相对来说最高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位置呢 是最危险的 如果下面下破一下 它可能就会怎么样 就会又变成亏单 就会变成亏单 所以这一单 这一单 我们可以在这个四小时 这个支撑位先抛掉 这一单 我们可以把这个四小时支撑位先抛掉 这个明白吗 怎么还跳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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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你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确实有个跳空 我刚刚这个 你刚才说这个话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这个位置确实跳空了 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收盘价 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下子 开盘价到了这里来了 开盘价一下子跳到这里来了 我看一下 是不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啊 果然时间的问题 又是一天了 又是一天了啊 看时间啊 零点零点零点 看时间啊零点 看时间是零点啊 但是你要说 如果不跳空的话 可能你这三单根本就进不去啊 你如果抹掉这条K线 你看这两根K线 你是进不了这三单的 你如果抹掉这根跳空的这根K线 你这从现在这个局面 你这三单是进不去的 你这三单是进不去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三单里面 其中有一单已经止盈了啊 在这里再说一下 这一单我们止盈了 放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位置的这一单 我们就止盈了 放在这个位置的 就是他之前的4小时的支撑位啊 4小时的支撑位 那么我们不我们就不在这里去算这个 赚多少钱了啊 这一单我们就去止盈了 我们就不去管他了 那我们这一单就先删除 那我们这一单就先删 先删除 这一单我们就先删除 这个明白吧 怎么走了 我觉得 那就不一定怎么走了 什么意思 没有跳空可能会回调 其实这个就是回调吧 其实这个也可以看作一个回调嘛 好 现在呢 我们再去做 我们继续往后操作 我们往后操作该怎么操作呢 很简单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再继续操作 选择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保守的方式 比较好 什么保守方式呢 就是 选择创造 我们的支撑位 创造成一个 叫保本笋 什么叫保本笋 我之前在上节课的时候 讲讲过 大家 大家还知不知道 记不记得是什么 叫保本笋 好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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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两单 然后呢 买两单 本身就已经有两单成立了 错了 我操 你说的是鱼羊扣 哎呀 怎么又忘了 怎么又忘了 方蕾也忘了 方蕾也忘了 阿蒋也忘了 保本笋是什么 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做单 你们都不用保本笋的吗 我是经常用保本笋 我是经常用保本笋 你们都不用保本笋的吗 我都觉得奇怪了 你们像现在这样做单 那不就真的是 盲人摸像啊 你们这样做单真的是盲人摸像啊 什么叫保本笋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两单 我先问一下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两单 好 这里两单我们的止损位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止损位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好 我现在把他们两单的止损位向上提 提到这个位置以后 哪怕它如果下跌跌到这个位置了 我们这一单损掉了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微赚 或者是保本 但是绝对不会亏钱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两单是在这个位置 这就叫保本笋 我在这里重新把这个画一下 这个画这个线 我们用蓝色的线 怎么是这一个线 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 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 我们把这两单其中这一单 我们把把这一单 我们把这一单 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单 把它的保本笋设在哪里呢 把这个保本笋 设置在这个地方 设置在这个地方 我这个位置好像动过了 这个位置好像动过了 我刚才在这里 稍微的下来一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稍微设置一个 设置这一单的保本笋 然后这一单的保本笋 设置在这个位置 这一单的保本笋设置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它向下打 如果打到这个位置以后 我就保本出局 或者是微赚出局 你不要去亏钱嘛 咱们说的是 首先我们所需要去做的是什么 我们所首先是需要去做的是什么 首先是需要做的是保住我们的本金 你不要想着利润的问题 利润是放在后面一步 我们首先是要保住本金 在保住本金的前提下 我们再去盈利 相当于什么我们打仗 我们打仗我们打死敌人是不是主要任务 打死敌人是不是主要任务 我问大家 打死敌人是不是主要任务 错了 打死敌人 好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前方有个敌人 你上去了 然后你被敌人干掉了 最后这场战斗 如果赢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问你一句话 如果你被干掉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场赢和 这场战斗是赢时输 最后这 这场战斗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管是不是胜利 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你不在这个世界上 对 打仗最主 最主要的任务 是先保命 打仗 最主要的任务 是能够先保命 然后再消灭敌人 消灭敌人是放在第二位的 打仗的第一位 是先保住自己的命 然后胜利才跟你有关系 你要搞清楚这一点 这个逻辑能不能明白 你要认为打仗是赢了就行 输了 哪怕赢 哪怕是我死了 然后哪怕最后赢了 那跟你有毛线关系啊 你在天堂去 去那个吗 去祝贺吗 先想到了巴菲特 为什么会先想到巴菲特呢 巴菲特是一个老狐狸啊 他是绝对绝对是先保 先保命的那种啊 他是 我觉得这个 对 对巴菲特说的啊 就是先保住你的本金 这是最主要的啊 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讲胜利就行 这他妈是共产党给你洗脑洗出来的你知道吗 啊 那我那我现在讲出很多胜利以外的这个事情 那中国 那中国打完了这个大家都知道 中国在打打这个打这个朝鲜战争 中国打赢了啊 最后把这个美国逼回去了 把美国这个联合国逼回去了 最后最后有很多的这个战俘 最后就有中国 中国有很多的战俘保住了细命 他们作为这个战俘从韩国被送回到了中国 然后后来大家知道什么结果 大家什么结果 被整死了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被整死了 那么 首先是要告诉大家 先保命 先保命 胜利和失败其实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只要能够保住命 如果你是在当时你是在韩国军队 如果你是保住了性命 那OK 你被从送回到台湾 你还是一个工程 这个就是有点政治相关了 咱们就不谈了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一定要首先先保住大家的 大家的本金 在保住大家的本金的前提下 你再想着去赚取利润 在保住本金的前提下 咱们再说赚取利润 好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单 这一单 因为这一单进的相对来位置好一点 我们把位置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第二单这个位置 相对来说位置差一点 就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往后看 它的止盈 止损点还是在这里不变 止盈止损点现在不变 我们还是继续往后看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单 这一单 基本上这一单我们就被打掉了 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打掉呢 这个地方就打掉了 这个地方就打掉了 因为这一单肯定是过了 这一单肯定就过了 这一单肯定就过了 但这一单 可能还活着 这一单可能还活着 这一单可能还活着 如果这一单还活着的话 这一单如果还活着的话 那OK祝贺你 后面的利润都是你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这个看涨 后面的这个看涨 那么通过这一个案例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的第一 第一 这个是叫 这个叫做第一 第二指引位都打到了 这个第二指引位都打到了 其中那么这三单 一共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其中有一单大赚 有一单平 有一单小赚 因为有一单是在这个地方吗 大家还记得吧 一共三单吗 一共三单吗 大家记得吧 这一单小赚 这一单平掉了 没有亏钱 可能是赚了一丁点 然后这一单大赚 是不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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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能量战法 非常好的抓住了这一步 最危险的屏 最下面的 不是的 最上面的小赚 最上面的那一单是小赚 最中间的屏 最下面的是大赚 最上面是我们一开始就在这个地方就抛 抛掉了 最上面这个位置是在一开始在 4小时这个结构线这个位置我们就抛掉了 是 小赚 可能就赚了个几十个点 我们看一下 差不多 我们要看一下后面 看一下后面 因为我当时是在这个位置 画的线 那就这个地方 8714 8714 这个地方是8878 8714 那差不多就是100多个点 110个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赚 这个就基本上 这一单就基本上没没赚钱 中间这一单就没赚钱 但下面一单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就拿第一指引位 第一指引位 大家可以看到是8977 最下面这一单是625 那就300多点了 那就非常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地方就300多点了 这个地方就300多点了 这个地方就300多点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就300多点了 所以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漂亮的 做了三单 而且这三单我们都顺利的指引 这三单都顺利的指引 那么这三单呢 就是说如果把这三单算成一单的话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批买录 分批买录 如果你是准备买0.1手 那么你每次买录就是0.3 0.03 0.04 或者是0.04 这种买法 这种方法去买的话是最保险的 这种方法买最保险 哪怕是说 注意啊 哪怕是说 如果打理 打理 就叫 就叫什么 就叫做 这个 这个 打理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止损 叫做是保本损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 因为 你这一单 就算是 做的是对的 就算是 就算是做的对了 打了你的保本损 但是你吸取了一个教训 虽然你没有赚到什么钱 但是呢 你赚到了一笔经验 你赚到了一笔经验 大家知道吗 因为其实这里面最lag的是 他没有 我没有想到他一下子跌了这么多 我没有想到跌了这么多 如果要是跌了这么多的话 那我应该是在更低的位置去开他这一单 我在这个位置去开这一单 那我拉到的利润会更多 我们拉到利润会更多 因为 过了一个隔天啊 主要是什么 过了一个隔天 所以这一个地方跌了 这一下跌了这么多 我没想到跌了这么多 所以来说这个地方 如果要是跌了这么多 我当时如果盯着盘面的话 我觉得我会在这个地方 更低的这个低点 4个小时支撑的这个地方 再开一单 4个小时支撑这个位置 再开一单 然后止盈点 通通放在这上面 止损点全部放在这个位置 止损点全部放在这个 最低点 最低点 如果最低点被破 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 止损点 如果最低点被破 那么基本上就代表着什么 就代表着我们整个这个 又要进行空投了 好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什么 又出现了一个转折 本身在这里说一下 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转折 我在这里时间也不多了 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出现转折 其实是情理之中 本身这个行情就是一个空投 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回调 那么回调到哪个点 被压制住 回调到哪个点被压制住 其实很简单 无非就是在小时线 无非就是在小时线 无非是在这个大小时线 还是在这个小小时线 小小时线 大家都知道 是在一个小时的小时线 大小时线就是在4个小时 4个小时的小时 在哪里 在这里 那不可能是涨到这里来 所以一个小时的小时 电在哪里 一个小时的小时电 我们所要关注的点都在哪里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时的 这个地方有个一个小时的 这个地方也会一个小时的 它如果继续涨 无非也就是涨到这个地方 最多最多涨到这个地方 你画结构线没有我画的精准 我也是练了很多 练了很多很多次的嘛 所以这个东西要练啊 你要练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让你这根线一定要经过更多的 更多的转折点的位置 一定要经过更多的转折点的位置 一定要经过更多的转折点的位置 比如说我画了这根 这个线 它就经过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折点 你看跌了这个地方来了一个上涨 然后跌了这个地方来了一个上涨 这个地方不就是一个结构线的位置吗 所以来说在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经过它非常多的位置 经过它 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结构线 大家可以看到 当然太密集了 如果要这样画的话 就太密集了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结构线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产生了一个结构吗 跌下来上涨 跌下来上涨 所以来说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结构线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结构线 所以从我们 主要我在这里 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 成功的抓住了这一波反弹 成功的在这里抓住了这一波反弹 然后无非就是什么 无非就是 老师那你告诉我在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会跌 我不知道它涨到什么地方会跌 因为整个趋势还是空头 大家都知道 整个大周期下整个趋势是空头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看它会涨到什么地方会跌呢 我们就要使用 我们之前所学的 黄金分割 我们找到它的 找到它的这个最高点 这个最高点在这里 这个最低点在这里 在这里找到 找到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 它无非的这个 最高点和最低点 我们无非就是 我们能够看到的地方 我们能够 无非能够看到的地方 就是在38.2 到61.8 之间 无非能够看到的位置就是 38.2到61.8 之间 我们 逐步的去进空单 但是你要说为什么一定是这个位置跌 那我只能说因为这个地方恰巧又有一个结构线 那为什么没有在上面这个结构线 再跌 它没有再上涨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结构线 这个地方跌 那我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那这个东西就只能是说 靠有的时候就凭运气了 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凭运气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一个 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一定就看涨 这个地方为什么我就看涨 其实你要说这个地方你买一个多单 也能够赚钱 大家知道吗 这个地方如果你买个多单 因为这个地方是个4小时的支撑位 你这个小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开一单 多单 你一样的赚钱 你能看出来吗 能不能看得出来 能不能看得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呢 那这一单其实整体是下跌的 你在这个地方买了一个多单 那你为什么能赚钱呢 其实我说一下 其实大家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 4小时的结构线 肯定比一个小时的要强 也就是说我 大家都记得这条线吧 这条线是什么线 这个 这个 这个线是什么线 这个线是我们的4小时支撑位 对不对 我们来 我不需要再翻了 翻了吧 我又要调半天 这个这个出现 那个更粗的线 那个更粗的线是 一日的支撑位 也就是说 4小时的支撑位 这个地方我们挂一单 挂个多单 它肯定能够涨 但是具体能涨多少 不好说 不好说 但是肯定能涨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挂一单 我们在这里挂一单 这个地方 就这根线 挂一单 挂一单以后 因为那么这一单就买入了 买入以后 大家看到 如果这个趋势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在这根K线的时候 它就会往上涨 所以首先是碰触到你的买入点 然后再来进行上涨 都碰触到你的买入点 再进行上涨的时候 那么现在整个这一块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什么 都是你的减仓空间 都是你的减仓空间 都是你的利润空间 无非就是说你敢不敢拿 你如果敢拿 拿了更多 拿到这个一个小时的支撑位 那么OK 一个小时的支撑位 那么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多少点 有 9054 8875 那差不多也有120点 也有120点 从这个地方到 到这个地方大家自己看嘛 是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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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你买一单 当然 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没有那么粗的胆子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属于比较谨慎的 可能涨个三四十点 四五十点 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就抛掉了 也可以 因为本身这一单就是历史的 大家知道历史的你不能拿久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盘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买一单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这个地方是一个强支撑 是四小时的强支撑 四小时的强支撑 你不要 你可以 哪怕是历史单 你这个地方可以 强势的去做一个 多单 然后 赚了钱 跑路 就可以了 就后面再跌跟你没关系了嘛 后面你可以反手再去做嘛 他涨了 你就补一点空单 他涨了 再涨一点 你再补一点空单 你再涨一点 再补一点空单 那么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 我不能是说这个地方 你凭什么说你这个地方就一定会 会变成跌势 那么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 如果全部是成阳 阳线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会成为 跌势的 我们如果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也只是知道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就是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区间就是什么呢 区间就是从38.6 到61.0 如果它已经往上冒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一单子就有的危险了 如果你再做空单就有的危险了 具体这个技术就参考我们之前的黄金分割多空这个趋势 出来的时候又符合了我们的什么 噴墨 对 乌云 盖顶 乌云 它不属于乌云盖顶 青盆大雨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地方是什么 而且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一个一个小时的支撑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有反转的理由 看到没有 你如果单看这根K线 你是不能把它跟这个 那比如说你看了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要反转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反转的 那不是 因为这个地方是空的 它怎么反转的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一个小时的支撑压力 是在这个地方在 看到没有 大家看出来没有 这里不是有一条线吗 大家看 看出来没有 同志们 大家看出来没有 这里不是有一个小时的线吗 然后这里 这里又属于什么 这里又属于青盆大雨 那么后市就是看跌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整个趋势 我们就可以从这上面 我们就可以完美的把它构陷出来了 完美的 那么你可以在什么地方 你这根K线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在下一根K线 做它的空单 但是 大家看到这根K线 好像没有太多的机会给你做2B法则 所以来说 你能不能进 那就不好说了 这一单能不能进 真的不好说 实话是说 因为它下跌的太快了 这个地方跌势太快 那这个地方 能不能进 那不能进 无非是说你这一单没赚钱 但是你不会亏钱 对吧 没有进 那无非是 不能 没有亏钱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大家首先要保住你的本金 保住你的本金 保住你的本金 保住你的本金的前提下 咱们再说它的利润 你的本金都没保住 你比何谈你的利润 这个利润跟你没毛线关系 你的命都没了 这场仗打赢打输 给你有毛线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一个方法可以 这个方法可以 比如说像这一单 你这一单只要看了信号来了 你就做一单 那确实 这一单就根本就没有给他回调 那直接就下去了 没有给他回调 后面再慢慢的补 可以 你这个方法可以 你这个方法可以 那我现在就问一下 如果你看到了信号了以后 来一单 然后你后面 像这种情况下 一般是赚钱 还是怎么样 情况怎么样 胜率怎么样吧 咱们只能说胜率吧 胜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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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胆量 这个胆量啥意思 就是有时候回调 然后呢 就害怕了 就出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当你分析的时候啊 不用去害怕 就设置什么呢 就一开始就设置 把止损位设置好 止盈位设置好 那么止盈位远远大 大于止损位 那么你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你在用一成的资金 去博拔 七成或者四成的利润 那么相对来说 你肯定还是赚钱的 如果你每一单都是这样去做 你用一成的资金 做五成的这个利润 四成的利润 相当于你错 你错五单 你一单就赚回来了 你错五单 你一单就赚回来了 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可以放单 放放量去做的啊 你可以是 不能 你可以 当然前提是 你要一定看得准 就像这个情况 你凭什么说这个地方就会转 你凭什么说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只看了这根线 你凭什么说这个地方可以转 首先 在这里我要说服我自己 这个地方首先第一 他属于下降通道 对吧 这一点没毛病吧 这一点没毛病吧 他属于下降通道 所以 他现在的上涨 只是 只是一个回调 下跌 才是他的主趋势 这一点可以说服自己 对吧 首先 我在这个地方买空单 那么凭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 要买空单 是因为这个地方 首先第一 我觉得他是一个下降通道 所以我买空单 如果长期拿 就算现在他继续往后涨 只要他不涨破61.8 这个位置 我还是可以拿着 我还是可以拿着 无非时间拿长一点 无非时间拿长一点 只要他不涨破61.8 这个位置 我还是可以继续拿着 好 那么第二 信号出来了 那么这个信号 大家就知道 轻盆大雨的信号出来了 轻盆大雨的信号出来了 第三 他现在正好到了 结构线的一个小时的 结构线的位置 一个小时的结构线的位置 那么 有这三点进行支撑 我觉得可以拿 哪怕他现在往上继续冲一下 我觉得也可以继续往后拿 只要不破61.8 我可以分批路场 我可以分批路场 然后 我的止盈 通通放在新低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如果在这个地方拿下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最 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拿下来 1.69 我们可以看到 差不多有将近1000点的利润 我们将近有1000多点的利润 你亏 你只亏了100多点 你亏亏了100多点 但是你赚就是赚了1000多点 如果你买的是0.1手 你赚你就赚了100美金 你亏你就亏了10美金 你觉得你这一笔 你这笔利润你愿不愿去赌博一把 注意我在这里用的是赌博 当然 任何一笔交易 其实都是在赌博 这里我要实话是说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一笔交易是100%的 如果这笔交易是100%的 那就不可能是交易 那就叫内定了 就像是共产党做的一些事情一样 就是你看这个银行肯定是能赚钱的 但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开 那能开肯定是赚钱的 但是共产党不会让你开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交易 那这个交易你肯定是可以做的 如果要是能够开银行 那你肯定是能赚钱 问题在于不会让你开 这些能赚钱的行业肯定都不会让你去做 那所有的行业 你哪怕去做一个第一次司机 第一次司机难道他不投资吗 他投资一 他投资一辆汽车 需要十几万呢 20万呢他交了分子钱 他交20万的加起来20万呢 每个月这样加加起来的话 你想想他是不是也是一种赌博 他每个月赚个几千块钱 然后一下投了20万 他是不是也是一种赌博 所以来说无非就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 无非就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我们最后 我们看他的收益比 和他的亏损比之间的一个关系 如果收益远远大于他的这个亏损 那我们就去做 就像犹太人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的利润如果是他的两倍 我们可以去做 如果是我们的六倍 如果利润是这个成本的六倍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做 如果他的利润是百分之百 那么我们一定要舍去生命 我们也要去做 大致是这个话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犹太人说的 犹太人是大家都知道是世界上是最 最这个最会赚钱的民族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句话 就是说你亏你只会亏10美金 但是你赚你可以赚100美金 你愿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我就问你 你愿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你愿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干 对吧 所以来说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无非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你要把这个一开始你要把这个这个亏损的 亏损的和你能够所博取的利润先开始算好 算好以后你的闭着眼睛去干 买好了你就别管了 你把止损位置放好 止盈位置放好 你就去睡觉 或者你去做事 然后最后打损了亏了4美元 如果要是打赢了 你赚了100美元 无非就这两个选择 你中间就不要去管他 你要是看着他 你就会心慌 我告诉你 你只要看着他 你就会心慌 但是你要不看着他 相反的这一单你就拿住了 你最后就能赚100美元 但你可以看到最后是不是赚了100美元 你要更往下拿 当然赚了更多 那咱们就就保守一点 就放到这里 这里就有1000点了 那1000点你不就赚了 就赚了这个100美元吗 所以来说我说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像这个这个东西 你看69 你看 990 没有1000美元 没有1000美元 4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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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 40 40美元 40美元 说错了 说错了 40点 40点 你亏就亏了10点吗 你亏10美元 赚了40美元 这个 这个利润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这个听懂了吗 这个听懂了吗 好吧 今天我们就石盘介绍这里 石盘介绍 介绍这里 基本上我们还是以这个教程 还是一个这个教程 无非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把我们现在所学的 这个什么 所学的黄金定律 黄金分割 和这个趋势 还有现在我们学的这个教程 把这个三个教 三个东西呢 放在一起 进行一个合体式的讲解 还有结构线 结构线 画结构线其实非常重要 在这里再重新强调一下 哪怕你会看这个教程 哪怕你会看这个教程 但是如果你要是不会画结构线 你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位 你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位 那么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 你觉得这个地方还会看涨 这个地方还会看涨 所以画结构线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现在慢慢的每天要画结构线 哪怕画错了 总结经验 画错了也要总结经验 这个结构线没有多的什么那个东西 你看我画就是 无非就是这样 他也会上下平移 我不是说百分之百准 我们就是一个模糊的准确 我们只需要一个模糊的准确 我们不需要那种精确的模糊 精确的错误 我们只需要模糊的正确 我们不需要精确的错误 大家记住这句话 也是我们股市里面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一定要模糊的准确 也就是模糊的准确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区间 我们不要认为它是一个线 它其实是一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里面 我们都可以怎么怎么样 都可以怎么怎么样 而这里呢 还有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像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顶住这个位置 可以 但是顶住这个位置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如果要是我们现在手 台面上有个这样的这个画面的话 我们就应该把它往下拖一点 为什么往下拖一点呢 就下面这个位置 和就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往下拖了以后呢 我会发现 这个位置被救出这个位置被救出了 然后这个位置被救出这个位置被救出了 那么这些位置被救出了以后呢 说明这个压力位相对来说 它更加的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是会更加的精确一点啊 只能说更加的精确一点 你要说百分之百正确 不可能啊 不可能 所以来说 这个话呢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理解 就是咱们一定要在画这个结构线的时候 一定要一开始就要画得非常非常的 相对来说 一定要经过非常多的 地方 那如果我们还要把它进行细分 还要进行细分 其实在向下进行细分就是要我们就不是在做 小时k了 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个分钟k了啊 如果再要细分的话 那就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地方还可以细分一下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一个 其他的颜色 其他的一个形状 这里把细分一下 这一般细分 往下拉一点 这个一个小时的k线呢 往下拉一点 可以救助这一根 可以救助这一根 所以来说呢 往下拉一点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也可以救助这一根 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就往后稍微看一下 后面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在我们的支撑位 进行了转折 你比如说这个位置的转折 这个位置的转折 好 先把我这个话题说完啊 这个位置转折是不是一小时支撑 这个位置转折是不是一小时支撑 它不是凭空转折的吧 它不是凭空转折的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转折 这个地方的转折是不是一小时支撑 这个地方的转折是不是一小时支撑啊 然后30分钟支撑那有有人可能会说了 30分钟这么小的这一个 它为什么也能支撑 我们来看一下 它30分钟支撑在一小时里面 它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啊 它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震荡区间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震荡区间 这刚才在30分钟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支撑 但是在一个小时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震荡的区间 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这个地方是不需要支撑的 这个地方是不需要支撑的 因为它首先就是在这个震荡的区间里面进行一个震荡 然后它的支撑 一个小时的支撑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一个小时的支撑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是在这个位置 一个小时的支撑是在这个位置 一个小时支撑在这个位置 30分钟这个地方的支撑 其实它不是一个支撑 30分钟这个地方的支撑 它不是一个支撑 它只是一个什么呢 它这个地方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小的转折 只是一个转折 所以来说这个地方真正的大支撑 还是在这个一个小时这个位置 真正的大支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也是产生了一个支撑 这个地方也是产生了一个压力 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支撑 然后就涨起来了 整个就涨起来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产生了一个压力 那么这个结构线我认为就是 画的是成功的 因为它经过了多次的验证 经过了多次验证的这个结构线 我们就认为它就是好的结构线 就是一个好的结构线 好刚才你说的什么问题 你再分析一下 这个可以不 黄金分割什么意思 你再分析一下这个可以不 就黄金分割 这是哪一个 这还是我们这个吗 这哪一个 你随便找一个 你随便找了一个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 首先 你这个结构线画的 你这个这个地方你画的就有问题 这个是完美的达到了黄金分割 但是它的区域不是这么样子的 它的区域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你这个区域是这个位 到这个位置 那么黄金分割注意 破了这个 破了这个高度 这个黄金分割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黄金分割就没意义了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那你那你继续往后看 你这个地方还在参考这个黄金分割 你有毛线意义啊 你有毛线意义啊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你这个地方的黄金分割就没有意义了 你应该把它的高点画在这个上面去 这个地方一破 这个地方一破 这个黄金分割就没意义了 能理解吗 那这个这个其实 你现在又对是这个意思 就是黄金分割一定要是在区域内 它是黄金分割 你超过这个黄金分割了 那我们要重新来画这个黄金分割了 我们就要重新来画这个黄金分割了 能理解吗 所以他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直线上涨啊 直线上涨 那这个东西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嘛 那就是直接涨嘛 直接涨嘛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其实黄金分割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玩意 这个玩意我也不知道大家 大家多用了没有啊 经常是能够能够在这里面看到一些很有很有价值的玩意 很有价值的玩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找这个位 你看 破了38 38.2这个位置就 就会有个支撑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最高点 最低点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位置 我们看这个位置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地方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地方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位置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位置后面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空头 那么 通过这根线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根线已经破掉了38点 28点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代表着整个的空头的确立 那么整个来说就是一个大空头 我们就应该是在这个这个区间 我们去做他的买他的空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没地方录单 有没有地方录单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录单的位置 其实 这个地方录单的位置 我觉得很多 这个地方 比如说如果你出现了 这两个信号 这三个信号 这三个信号加在一起 这三个信号加在一起 这三个 首先是一个这个涨 再加上这个跌 再加上这个跌 这三个信号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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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空头呢 乌云盖顶 倾盆大雨 应该是一个倾盆大雨吧 我看一下 乌云盖顶 乌云盖顶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的 这个三个K线 就是一个乌云盖顶 这三个K线加在一起 就是乌云盖顶 那么有这三个K线 在这里 我们所需要去做的是什么 回调做空 回调做空 我们所需要去做的是什么 就是 如果这三个K线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这个 第2跟这个K线这个地方的一半的位置 或者在向上一点的位置 做空 直损位 放在这个位置 止盈位 放在这个位置 那么 那么止盈位 肯定是 远远大于止损位 大于两倍的 能不能理解 那你要说后面 他 他破了新低了 他破了新低了以后该怎么做 其实我在这里呢 建议啊 破新低了 观望 破新低了以后啊 就是尽量观望 为什么呢 因为破新低以后啊 随时可能会 反转 反转 但是 在哪个地方反转 这个就要看你这个结构线了 你结构线如果画的够清晰 你结构线如果画的够清晰 我们能够找出他的反转的这个信号 我们在这里能够找出来 你看 他就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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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遵从我们这个信号 这个位置 一样 我们如果能在这里找出这个信号 我们在这个位置就尽量要留意 如果出现了反转信号 那么不好意思 赶紧 赶紧去换手 赶紧去换手 本来是做空单的 你去做多么 你本来是做多单的 赶紧去做空单 就是反手 就是因为 在这种强力的支撑位下面的话 很可能就会反转 很可能就会反转 人们理解了 出现一根阳线 是不敢拿的 出现一个阳线 是不敢拿的 这个也正常 这个慢慢克服吧 这个没办法 他这个东西就是回调 但是回调呢 其实就是说白了 就是 你做多了 你掌握这个规律了 你就敢 你就敢拿了 你做多了 你掌握这个规律了 你就敢拿了 这个东西 你做多了以后 你就会自然 你就会敢拿了 因为你知道 你后面肯定能赚钱 如果要是 你要是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一直都没做 然后你就 不敢拿 其实还有 还有个规律啊 在这里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个规律 就是反转的模式 一般不会是 这种 违反啊 我在这里再说一下 反转的模式 一般不会是违反 好 比如说这里是一个下跌 好 这里是一个产生一个这个 好 然后来了一个 创了一个更低的新低 但注意 这个新低 不是特别低 这个新低 跟他之间 只有 很低很低 很短的 一段距离 然后 再创建了一个 然后再下来 再上去 再下来 再上去 好 再来一个 跟这个是同低 或者是稍微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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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于筑底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在筑底 在这个筑底完成以后 后势就是反转 大反转 这个叫做大反转 直接看涨 大反转 直接看涨 比如说我在这里正好就看到了 正好就看到了 好这个大家大家可以看到 低 低 低 好这个地方 就属于我们刚才的这个趋势了 什么 先是创了一个低 然后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平 来了一个平 然后来了一波上涨 然后又跌下来 这个跌下来的时候 没有破这个位置 没有破这个位 没有破这个位置 大涨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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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情况下就是这样子的 很多情况下 所以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 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敢不敢去买多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 我再随便找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我随便找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微反 随便给大家找一个微反 随便给大家找一个微反 好大家看一下这一个 下 低 涨起来 又来个低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像这个侯勤 后期 80% 就是涨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也就是问题在于 你敢不敢在这个点买入多单 就是这个问题 你敢不敢在这个 在这个点买入多单 我都已经发现这个规律 我都已经发现这个规律了 我之前也不敢拿 但是我在发现这个规律以后 我现在就敢拿了 因为我的止损点就放在这个位置 其实 其实损不了多少点 你顶多损30点 但是你赚你可以赚多少点 你可以算一下 你赚可以赚多少点 你赚几百点 你这6335 这是多少 6455 赚了100多点 这个规律 这个规律 大家好好看一下 大家好好看一下 还有涨也是一样 跌也是一样 跌也是一样 跌是什么情况 我告诉大家 跌也是有一个规律 跌也是一个规律 跌也是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先是一个 涨 好 然后呢 跌一下 跌一下以后呢 然后 跌一下 可能 然后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以后呢 破一个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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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新高 这个新高呢 跟我们这一个 之前也一样 就是这个新高的这个位置 稍微的 不会 不会是说有多大 这个区间很小 然后再来跌 再来跌以后 再跌了这个地方 再涨了这个地方 再来下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正好跟我们之前画的这个是相反的 正好 你你这张图你倒着看 也一样的 你这张图倒着看 也是一样的 好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我们应该 看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正好就是一个 违反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 违反 虽然这个地方没有破新高 这个地方虽然是没有破新高 这个地方是没有破新高 但是 基本上也是按照我这个路数在走 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跌下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跌下去 好我们找一个跟我这个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个就是一致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一致的 我现在真的是看这个盘 我现在都基本上都已经背下来了 先涨 跌 涨的 涨出之前的高点 但这个高点不会特别高啊 我刚才说过 不会特别高 再来跌一下 再涨到这个位置 再来跌一下 再涨到这个位置 再跌一下 好基本上 跌次形成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跟我刚才画这张图 一样 大家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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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跟我画这张图一样 虽然可能有些大致的区别 有些大致的区别 你不要是说你这个地方你看你这个地方画了几次转折 你这里只有一次转折 你看这里 你这个地方画两次 你要纠结这个点 咱们就没法谈了 你要纠结这个点 咱们就没法谈了 但是我说了 他有个特性 就是首先就是创建一个新高 创建了一个新高以后 先下跌 下跌了以后再创一个次 新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高点比这个高点也高 这是不是我符合了 这个是不是符合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新高 然后先跌下来 跌下来以后 在这里再创建一个新高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在这里创建一个新高 然后再跌下来 跌下来以后 这个地方又创建 就是跟这个点 基本上相当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最后就开始跌了 整体就开始跌了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我没有照着这个东西画 我没有照着这个东西画 我没有照着这个 没有照着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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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意画 但是我都背下来了 因为他就这些套路 这些玩意真的就是套路 你每天如果盯着盘看 你哪怕吃饭睡觉的时候 在想这个玩意 你就背下来背下来以后 他就那些套路 就是孙悟空72变 无非他就72个变化吗 你把这72个变化全部老懂 你还搞你还认不清他是孙悟空吗 啊 你看是不是这个情况 好 这是一个小时的 我们放了5分钟 他也是这种情况 我可以告诉大家 放了5分钟的情况 也是这个情况 我们随便找一个 找一个创新高的或者创新低的 也是一样 好我们看这一段 注意啊 现在是5分钟的 现在是5分钟的 我们看这一段 先是一个上涨 创了一个新高 然后再是一波上涨 然后又创了一波新高下来 然后创造最新高 创造一个最新高 这个就是一个大新高了 这个就是一个大新高了 在创造了一个大新高以后 后面就是下跌 然后下来 下来以后再 打一下这个位置 再下来 这是5分钟 我们刚才那一个是一个小时 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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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不是就是 还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一个 一个小时的这个区间 又是一样的 你看 你看你把这个东西套到一个小时上面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这是5分钟的区间 5分钟的区间 现在你看 5分钟区间和 一个小时的区间 它们同样都存在这个原理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其实这个叫做头肩底呀 这个叫做头肩底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吧 今天讲了两个半小时了 我希望大家就是多做 多记 多做 看 看出它的规律 你看出它的规律了 你自然慢慢的就会 就会 就会熟悉它 你熟悉它就像孙悟空一样 它变成什么东西 你都能看 看出来 它变成什么东西 它跳不出你的 它跳不出你的这个如来神掌 所以来说呢 大家就是要多看 多做 天天把手机拿着 把无线流量打开 然后就大家看着啊 就看着 如果你在一边做片一边做 你就把它放在旁边 你去看它的盘面是怎么走 你不需要去做单 但是你慢慢的看着看着看着 你就会发现一定的规律就出来了 你就会发现一定的规律就出来了 你去看它 我发现一定的规律就出来了 你去看装 你用那个她当养死了 你一架的规律就出来了